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我们现在总商会的经济预测 都是维持在1-2% 希望今年的GDP的增值 跟政府的预测都是吻合的 大家都知道第五波疫情 影响到我们头一季 已经是-4%的负增长 那些社交距离措施 现在才刚刚局部放宽 上半年都差不多过去了 所以下半年也是因为受到大违利息的增加 通胀的忧虑 还有内地经济的放缓 所以我们都认为 今年整体经济的增长 都是我们现在暂时都是看1-2% 这是一个保守 还是一个乐观的估计 你自己暂时看过形势 我们认为都是一个保守的估计 大家大公仔最想经济好 经济好才可以加工 大家生活就会开心点 又会舒服点 你觉得接下来有什么方法 可以将现在的增长 百分之1-2 可能有些人都觉得未必是理想的 那怎样可以推高一点 有什么方法 通关是否关键之一 其实香港是一个外放型的经济 我们通关是最为重要的 无论是内地的通关 和外国的通关 那我们一直以来 一些很紧密的条件 令到我们差不多一个 好像孤岛那样 是对经济影响是很大的 那我们随着现在 第五波疫情过去 那很多专家都认为 我们现在是一个黄金的时间 除了我们局部的社交距离措施 一定要放宽之外 与外地的通关 和内地的通关 我们都希望尽快 政府有一个路线图 那当然内地的情况 就是比较 我们都知道 现在都比较 疫情是紧张 那我们都了解到 内地的医疗系统 都是有参差的 比如农村和城市 所以我们都要看内地的专家 和政府的策略 但是呢 与外地的通关 我自己个人认为 现在呢 其实是有条件可以放宽的 就是比如 我们看到呢 我们香港作为一个 国际金融中心 很多的国际的人才 对于我们维系 国际金融中心 这个地位呢 是很重要的 但是事实上 亦都是真是呢 在过去这段时间呢 我们流失了很多的人才 亦都是流失了很多的 金融方面的生意 所以在与外地通关呢 是对我们整体的 香港经济的推动 復甦呢 是很重要的 你言下之意 是不是就是说 因应回现在 环境上面的考虑 可能先和国际通关 然后再逐步和内地通关呢 就是你们的看法 是不是这样呢 其实如果你问我 我当然希望两样 都一起去通关 因为我们作为金融中心 国际金融中心 与内地的通关 当然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们香港和内地 那个经济的密切性 我相信大家都很了解 那无论是商业物流 全部都是和内地 是息息相关 其实最好是两边都争取到 但是呢 与内地争取通关呢 我相信呢 新一届的特首 也都会一定是 优先的处理工作 那是要有很多方面的配合 如果外地的通关呢 我相信我们自己的自主能力 是高一些的 我们现在也都是有这样的条件 在无论是外防输入所有的措施 和我们自己 我们市民的保护屏障 也都大大提升 那我们很希望呢 在外防这一方面呢 我们能够尽快去放宽 有一个清晰的路线图 等到呢 我们人财流失方面减少 还有我们那个和外面的经济呢 能够快些恢复 但是呢 永远三赢 双赢 一定是最好的 但是就是在今次 在通关的议题上面 其实你见到 就是和内地通关 和和国际通关呢 是讲解两套不同的抗疫的 一个的理念 一个是要动态清零 和内地 国际可能他们是与病毒共存 如果你与病毒共存 就很难一个长时间的动态清零 那如果在这个两难之间 你自己觉得 宏观看回香港的商会 或者你们的会员 他们其实是期望哪样东西先呢 其实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太过标签 是动态清零 还是与病毒共存 不需要标签这件事 因为我们自己看回我们自己的条件 就是因为我们第五波的疫情 也都大大推高了我们打疫苗的人口 也都有一大部分的人 有一部分的人口也都感染了 所以我们自己的防疫的屏障 是大大提升的 专家都说我们未来这几个月 是我们的黄金时期 我自己觉得 就算我们现在每日有二三百宗的疫情 但是我们的设施 我们的医疗系统 是绝对可以应付得来 重症的个案也不多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条件之下 我们尽量去争取经济 是要回复正常 我们的人要出行去正常我们的生活 和外界的商业活动也都要恢复 所以我自己觉得 这个我们是绝对有条件去做的 但譬如说如果用重症去计 我们的成绩暂时都是可以的 是的 但始终我们香港 每日有二三百宗的一些新增的确诊 如果要符合内地的要求 可能都是有一定的难度 如果你说两边都想做到 那具体应该怎么做才可以 左右两边都做到呢 我自己觉得内地那边可不可以 特区政府和内地的有关部门 商量一些 譬如闭环式的通关 因为有很多做生意 在内地有厂 年纪都没有去看过 但如果我们可以参考一些 其他城市的做法 是一些闭环式的管理 就是说可以给它点对点 就是过了关之后 点对点有些地方 它是可以给它探訪的 那其实这样也都已经是大大 有一个灵活性 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到 是有个风险 疫情有个风险 但是可不可以用一些 风险管理的方式呢 令到这个能够有罪 让一些经济活动能够恢复 但可能在内地的角度 可能它自己会觉得 就是二三百宗 可能它未必能够这样 放一万个心的 就算你用闭环式管理 你自己觉得譬如 在香港还可以做些什么 令到这个确诊数字 可以再做一步下降呢 有些人就会畅意 就是说要怎么都做一次 全民强制检测 清一清先 就算之后会反弹 起码都是一个诚意 你们自己相会 怎样看这个说法呢 我自己个人认为 现在这个时间 去做一个全民检测 可能都已经 效果不是太高了 因为首先 市民的防疫意识 其实已经是大大提高 我们现在个个 很多时候自己做一个快速检测 很多公司 包括我们在内 你要回公司 每天你都要做一个快速检测 同学也都要 在上学之前要做 所以呢 其实这个意识 已经是大大提高 令到我们 即是那个 即是那个 这个商业活动 是有一个负面的影响 所以我自己认为 现在不是 即是我觉得那个效果 已经是 对于那个成本和效益 我觉得是 未必是需要 那如果这样的时候 就有些什么方法 是令到 即除了闭环之外 整体 譬如可能你们会不会 跟候任行政长官 李家超先生 都有反映过 怎样做才令到内地安心呢 可能其实不只是中央一个 可能是很多内地的一些市民 他们都很担心 那有些什么可以再做呢 你觉得如果 又不用全民强检 那除了闭环息 有没有什么 例如高接种率 是不是需要呢 这个是必然的 高接种率 是一个必然的条件 你自己 其实是有这个条件 去增加这个保护屏障 你又选择不去做的话 你很难是说服到 别人对你有信心 所以其实现在 在全世界都看到 包括我们自己 香港在内 打疫苗是最好的防备方法 对个人 对社会 所以我觉得这个 是我们自己 必须優先要做的 你要自己做好 你自己的本分 否则你去要求 别人去接受你的风险 我觉得是比较难 说服别人 但现在你看回接种率 其实 例如说 还有大概10天左右 就是一个 第三阶段的疫苗突行症 就是要打齐三针 但我们看到 现在那个第三针的接种率 都刚刚过了一半 政府早前就说 其实都有一百万人 其实还未打第三针 有合资格打的 譬如商界有什么 会帮忙推动呢 又记得去年你们为了推动 其实你们出了一些抽奖等等的活动 都很成功的 接下来会不会都会想想这一方面 再去推动一下呢 我们去年就 就是动用了我们很多会员的资源 用了4300万来到去鼓励市民去打针 那我们觉得呢 大大提升了市民对于疫苗的 这个应受性 那我们觉得是成功的 但是来到今天呢 我自于觉得呢 市民对于 认识这个疫苗的好处呢 因为如果你想要去一些厨所的时候 你没有这个通行证 你是没有办法进去的 那所以我自己觉得 现在呢 真是需要市民自己去主动去 去负公民责任 去令到我们整个社会 那个防疫做得更好 嗯 好啊 暂时和你谈到这么多 最后回来再讲 欢迎回来讲清讲错 我继续和香港总商会 新任主席阮苏少梅女士谈一下 那主席这一节又问了 我见你呢 即是新上任的时候 你都说呢 即是来近新一届政府呢 应该首要优先就是要重训经济 具体你们有些什么的 就是建议给回后任的行政长官呢 嗯 刚才我们谈了很多关于通关 这个是视为重要的 那其实经济呢 我们都是真的有很多方面呢 是要做事的 那我们商界呢 当然在经济帮助复苏呢 我们是应该要出很大的力 那我们香港呢 主体的几个重要的范巢呢 当然就是我们国际金融中心啦 我们希望在科创方面呢 亦都是大力发展啦 还有我们觉得绿色经济呢 其实都是有很多潜力的 那我们希望呢 在这几个范巢呢 是能够大力地这样 能够推动这个复苏 那国际金融中心这一样东西呢 是我们香港的强项 但是也是我们的弱点来的 因为呢 大家都看到啦 现在国际的地缘政治呢 比较复杂啦 我们以前呢 香港在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 亦都是受过一些的冲击 那所以呢 我们在这一方面的风险管理呢 一定要做得好啦 那我们对于香港 希望能够帮助更加加强 我们是作为人民币的离岸中心呢 应该是要大力地这样配合国家 来到去发展啦 那无论其他的产品呢 我们都应该是要更加去加强 尤其是是 利用内地一个龐大的市场呢 一些和内地接通的产品 服务呢 应该是多发展 那至于绿色经济呢 其实香港和内地呢 都是有很大的潜力的 因为全球呢 减碳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啦 那我们香港政府 特区政府也都定下了目标呢 希望能够 2050年是令到碳中和啦 内地也是定了双碳的目标 那所以呢 其实现在呢 在这个绿色经济的方面呢 和绿色的金融方面呢 其实是有很多商机的 那如果我们和大湾区 尤其是现在我们在那个 创新和科技的发展呢 亦都是特区政府 一个重点的推动的力量呢 那在 我们应该是匯合呢 我们香港在科研的优势 再加上呢 内地的一个生产制造业的优势呢 其实我们呢 再加上内地的一个大的市场呢 在这方面呢 应该是要大力的发展 那我也很开心呢 政府有这个 北部的这个大都会的这个发展的计划呢 其实是令到我们呢 在科创这一方面呢 和内地接轨那方面呢 是会有很大的推动力的 那所以呢 我觉得这些呢 都是特区政府呢 应该优先的发展的项目 那我们商界一定会是 找尋商机啦 那我们是会 无论是在这个 为我们的会员去制造机会 去尋找他们的商业上的合作伙伴啦 或者是在政府方面的一些的政策 的我们的提议呢 怎样能够令到我们呢 能够 无论是人财 物流 或者是资源方面呢 能够是很暢顺的这样来到流通呢 这个对于经济的复苏呢 一定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怎样看呢 政府现在都想去重新经济啦 那所以呢 就是 世界政府就提出 是要改造那个政府架构啦 那特意有一个的 就是创科和工业局 另外呢 就是在财政司下面 也都有一个的副司长 那看上去就好像整合了 人又多了 那样但当然有些意见 又担心 人多会不会又会手脚乱呢 那样 你们自己怎样看 这个新的架构呢 有没有什么建议 觉得要留意呢 我们是支持这个新的架构的 嗯 那我们觉得是理信了 一些过去 就是不同的部门呢 能够是可以聚焦 这样去 去处理一些问题啦 那也都呢 因为你商机越多啦 可能刚才我们也说了 国际那个环境也复杂啦 你是需要呢 是更多的资源去处理新的挑战 那但是呢 凡是一些重组的情况呢 就是那个 每人的权责呢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要是怎样分清 哪一个人负责些什么 要不然呢 如果不清楚的时候呢 就会有个危机 就是你以为我做 我以为你做 那所以这些呢 都是重要的 但我相信 整体来说呢 应该是会是 对香港是有一个帮助的 嗯 刚才你也说到 就是国际那个的大环境 是复杂啦 那样 那其实就是 亦都有一些的 部分的国家呢 就对我们 一些官员 实施一些制裁啦 那样 开始多了些声音去说 就是说呢 都要可能在金融 经济那方面呢 要保障多些 那样 你自己认不认同呢 就是是不是应该有一些 更加 就是更加多的备案呢 还有你预计如果 最坏的打算 就是商界觉得 最坏的打算 会是 的情况是怎样呢 事实上 过去这几年的 地缘政治环境 是複杂了很多 就是这个全球的一个趋势 那就是 我们香港呢 作为一个 就是 中西方的一个 我们说我们超级联系人 一直以来都是我们的优点 但是其实呢 在现在这么复杂的环境下 也是我们的弱点来的 特区政府在一些风险方面 是特别要留意 比如好像我们刚才说 我们国际金融中心 我们 自从 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呢 其实香港特区政府 已经是加强了 很多方面的规管 我们其实那个 基础呢 也是稳固了很多 所以在这一方面呢 我们是要继续去 因为尤其现在 在外国你都看到了 就是一些 可以是利用这个 金融呢 作为一个制裁的工具 所以香港都是有风险的 那除此之外呢 我觉得这个风险呢 就不只是政府的责任 其实我们每一个市民都有责任 因为呢 所以呢 香港如果我们要认识得到 那个国际环境的 那个复杂性呢 我们要明白到 我们香港呢 就不要代入一个陷阵 作为别人的一个棋子 那我们呢 是要尽快呢 把我们本身 香港深层次的矛盾呢 是要解决 例如一些 大家都知道房屋的问题 一些医疗的改善 那令到呢 我们的市民呢 能够是觉得 可以有安居乐业呢 那我们整体的风险呢 是会降低的 但是譬如你自己觉得呢 现在譬如是 特别是金融方面 面对的那个风险呢 是不是可以说是 回归以来 就是最高呢 你自己有没有这样去评估过呢 其实 是不是最高 我又不敢说 因为呢 就是我自己觉得 在过去这二十多年呢 特区政府和这个 HKMA 金融管理局呢 其实他们都做了很多功夫 那令到我们整个金融体系 银行那个监察呢 其实是强化了很多的 所以呢 他们已经是具备了一个条件 就是如果是有一些 就是不尋常的资金的流动 也都应该是很快 是可以观察得到的 所以我想 在那个资料 那个防备那方面呢 其实是 是做多了很多功夫 但是一些 就是大家刚才说过 一些大环境 宏观的一些风险呢 有时候可能是 是防不升防的 是不是 就是有时候是政治化 你好像看现在 俄乌那个冲突的 也都看到呢 是一些的制裁呢 可以是很快 是 所以我们自己呢 是应该整体呢 不要自己制造一些机会 被人家可以做到把柄 来制裁我们香港 刚才你说到这个 就是不要制造一些机会 被人抓到的把柄 或者至少人家有位置入 简单说 有些意见就是 其实在世界政府上任 其实是否应该先处理了民生 一些具争议的议题 例如就是说 是为基本法23条立法那些 可能不是不做 就是稍后一点点做 就以至到起码 大局更加稳定了 就不要给 刚才所说的一些人 可能有些机会 去制造一些的混乱 你知道怎样看这些说法呢 香港的民生问题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一些防空问题 那些是急不容缓的了 就是这个应该是 政府一定要手要处理的事 但是你说 是不是要等那些东西处理好 原来我才去做其他的事呢 我觉得我们已经不可以再等了 因为防空问题 已经几十年即压了 23条的问题 亦都是有回归以来 我们都是延迟了这么多年 所以我觉得 已经是看到有的风险 其实都是要多管齐下 一起去处理 刚才你说到 就是面对国际的形势很复杂 有些意见都说 不要紧了 其实香港可能 不忘神州 主力和内地去发展 就是更加多的经济的关系 更加紧密 和大湾区融入 你自己怎样看呢 是不是应该把市场搬回去 就是内地 内需 我觉得 香港的优势 一直以来 我们开放以来 都是作为一个中西方的一个 就是一个交聚的点 我们这个是我们 亦都是对国家最大的贡献 我们一定要尽我们的能力 去保持我们这个 就是一个开放型的社会 和西方的交流的这个特性 当然 国家的一路经济的增长 在过去这四十年 也都带来了我们很多的机会 无论是商业上 或者个人的生活上 所以这个是我们 其实是我们的优势 有一个国家 这么大的市场 这么大的后盾 所以我们应该要尽力去维持 无论是与外地 和在内地的那个的关系 和去争取我们的一个发展的空间 好 时间久了 多谢你上来讲声讲唱 下次再见